采下洛神花首先去籽 或许再进行清洗风干等处理 由于今年雨水较少 采收期提早1月半个月 种料香农业林农产行 把握最适合采收的时机来制作蜜饯 没有种家 我们是在做港湾的 要兼文人 透过和在地农民的合作 所在种安全无睹的洛神花 农产行加工制成蜜饯 然后依照近几年腌制经验 配合现代人养生观念 减少了糖和盐的比例 过程中还要不断翻动来提升口感 中间会比较热 所以慢慢翻一翻 就是叫它起床了醒一醒 我们糖就是不要一次到位 慢慢加 慢慢加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就会激发它的酵素 然后慢慢的释放出来 然后保留它原本的营养素还有口感 所以吃起来会比较特别 因为煮偏乡地区 资源和捐助较少 农业林农产行 为帮助农业林福利协会 进行老人福利工作 随着季节性来制作加工品贩售 以增加收入弥补不足的地方 反应很好 因为我们的热春花 没有添加物 没有防腐剂 所以说我们的反应很好 所以说这回今年 我们特别做得比较多 增加超过三分之一 所以说我们今年的六星花 做得做得比较多 热春花完整都有 虽然制作命运的过程相当费工 但做出了好滋味 收获客人喜爱和信任 农产行认为相当有价值 会持续努力来付更多在地乡亲 记者女性哪线采访报答